欧部长在记者的追问下 在拉美是说了 中华民国不反对我们邦交国 跟对方设经贸办事处 那立刻在国内就引起了各种 不同意见的反应 那么我还是要请欧部长来说一下 当时你说这个话 做个外交部长 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发言 一定是比其他国家外交部长 更加谨慎 当时你说这句话 心里头真正想的是 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道理很简单 因为现在国际间的关系 事实上经贸关系分量最重 以前有意识形态的对立 在国际关系方面 考量的因素不一样 现在在国际关系上 分量最重的就是经贸关系 也就是国际关系 确实是越来越现实 甚至于有些国家 原来是非常的强调 民主人权的 到后来因为经贸利益 凌驾普世价值 甚至可以把这个普世价值 稍微摆到后面去 或者是声音小一点 所以经贸 确实在国际关系里面 分量是非常的重 更何况现在全球已经是 全球经济化 已经是没有疆界了 经济已经没有疆界 所以在这么一个 全球经济崛起的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中共 你必须务实地面对这个事实 而全世界也都很重视中共市场经济体 那么都想尽办法要来加强跟中共的经贸关系 我们要让我们的朋友说不要去跟中共发展经贸关系 就是我们没有立场这么说 主要是我们自己跟中国大陆的经贸关系 是这样的密切 然后我们说叫人家不去发展 是没有这个立场 更何况你要挡也挡不住 经贸利益永远都是人类活动的最大的驱动力之一 所以你不可能去挡它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为什么要去反对 更何况谈的是经贸办事处 我们在人家的邦交国不都设了办事处吗 为什么我们就反对人家在我们的邦交国设办事处 所以基于对等务实的角度来看 我就认为没有理由反对